好,接着我们就继续为各位示范如何使用原厂提供的范例档来使用这个软体 好,首先我们先点选功能表File,再选择Open 那我们把资料夹路径指向到吸磁碟 我们刚才复制的Unify Examples资料夹 那在这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这个资料夹里面 我们要开启的是Sins,场景档 好,然后呢,打开Fantasy 我们打开DemoSins,Fantasy 它的档案格是SCEF 我们等一下存的时候呢 如果你自己做一个空白的专案档,存档的时候呢 也是这个档案格式 好,再选择开启旧档 要不要把目前的这个储存呢 不用了,我们按for 好,这边呢,我们按OK就好 这边有一些讯息 它是告诉你说怎么样追踪 能够得到比较好的效果 好,打开之后呢 OK,先确认你在这个地方 已经载入了正确的摄影机校正档 我们刚才有做过嘛 好,所以你这个部分呢,其实只要载入一次就可以了 但如果说你有换摄影机 或是你可能安装在另外的电脑上的时候 你就要再做一次校正 重新产生一个XML档 好,接着呢,我们在开启之后 这个区块是让我们load and manage image source 让我们载入与管理影像来源 它可以是影像 也可以是影片 当然也可以是从webcam取得了即时的影片 好,我们在这边选择Choose Camera 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看到 你电脑上面安装的摄影机 我们在这边点两下 好,然后再按一下OK 这个时候呢,我们把图卡 不是这一个,不是这一个 这个是刚才校正用的 那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呢 OK,我另外呢,把刚才的那个 范例的档案印出来了 你可以看到在刚才那个资料夹 Fontas资料夹里面的有一个这个档案 来,我这边呢,先让各位看一下 这一张图的内容是什么 我在这个地方呢,选择第一个按钮 Category Object 做物件的管理 我先把这里的物件呢 先隐藏起来 这个是刚才那个资料夹里面的档案 好,我们让摄影机看一下 好,你印出来是这个档案 那你可以发现呢 我还是把它粘在一个后纸板上 所以这样就不会晃动了 因为如果是一张纸的话 它可能会弯曲 这个会造成辨识上的问题哦 好 OK 那我们现在打开之后呢 你应该会看到 我们在这边呢 就会出现一个会飞的球 还有一个sold 这个键现在看不到 我会待会说明一下 为什么会看不到这个键 还有一个hat帽子 那你可以看到在我们移动这个辨识图卡的时候呢 这个帽子也会跟着动 其实它是 来我们先转一下 你如果说转到的距离 转到的角度呢 没有办法辨识的话 它就会消失掉 好,你可以翻转一下 看一下帽子的背面 看一下前面 其实它是会动的 有表情的 可以拉近看一下 但是前提是你的图卡呢 必须要完整的被拍摄进来 好,OK 如果说你的图卡被遮住的话 你看 去抓它的时候呢 遮住图卡 它没有办法辨识的时候 就会消失掉 好,当然目前是抓不到了 因为它是实际上是在 3D空间里面虚拟出来的一个角色 好了 那我们现在呢 来看看这个部分 如果你想要把某一个物件 隐藏起来的话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点一下 它就隐藏起来了 好,然后像如果说 我要把帽子隐藏起来的话 可以按一下这边的图示 可是你会发现 在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sword 有一把键呢 它其实是没有出现的 那为什么会没有看到呢 我们说明一下 像你现在选择的这个hat帽子 在这里呢 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些一般的设定 你可以设定它的名称 这边有一个name 好,那名称是可以改的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显示的方式 如果是visible 就是可以看到的 然后呢 你也可以把它改成invisible 就让它看不到 好,那另外呢 也可以把它改成用wild frame的显示方式 用线框的显示方式 就好像在3D模型的这种显示方式 好,线框的显示方式 好,那如果你要让它变成是透明的话 也可以 这个等一下你们可以比较一下 好,我这边呢 等一下载入另外一张答案 我们比较一下 我这边呢 再把它改回来 再把它改成visible 那你会注意到在这个地方呢 它会有个cosid cos就是指我们现在这一个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一张图就是cos cos 就是我们辨识的图卡 好,目前是只有 目前我这边手上是只有一张 其实呢 它可以理论上是可以辨识无限多张图卡 在我们的画面上 但是呢 你辨识图卡越多的话 电脑的负担会越重 所以一般呢 原厂是建议不要超过20张图卡 不过呢 我实际测试过 有时候超过5张 它不要说5张 因为有时候你这么大张 在画面上可能就填满了 那你可能就要印小张一点 那图卡就印小张一点 好 那为什么我们的这个sword会看不到 各位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边的snitch 它是放在1号图卡上 然后我们的head 也是放在1号图卡上 所以你会发现呢 这个sword呢 不一样 是它放在2号图卡 那我现在2号图卡不在手上 所以呢 它就不会显示出来 那怎么办 我们可以在下面改变 物件的名称 还有显示的状态嘛 对不对 那此外呢 你也可以在这个地方选择 这个物件 它要放在哪一个图卡上 我可以选择这个sword呢 要把它改放在1号图卡 你看到 那我在这边呢 1号图卡就出现了 对不对 好 看一下 有没有注意到 现在呢 我把这个显示模式改成透明的 那它跟其他物件重叠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透明的 这是刚才我们没有讲到的那种显示模式 好 我再把它显示出来 改成visible 所以如果说我现在只要显示这一把键的话 那我就可以把其他的物件隐藏起来 那我就可以得到一把宝剑 看一下 好 OK 好了 等一下呢 我们再看一下如何载入其他的物件 好 老师先为各位示范到这个地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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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